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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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子慈悲 大家好 我們又進入馬子網路大學堂 大家來學武術命理的知識 開始來學命理中的相識 面相學 從面相當中 我們可以讀出一些信實 所謂stermite信實堂 馬子藉由面相 來讓我們讀出別人的一些信實 一知別人的信實 顧問分享了很多基本相題 可以參考前面的幾集 各位要學習 可以一個一個來聽 慢慢的學習 現在我們講到 七十五部劉蓮華 講到 六十八歲 六十九歲 道捷工 那道捷工一聽就知道 一道強大 小偷 那想到小偷 那道捷工在哪裡 那道捷工 就是在魯普空的在外側 兩個喬文 折調的這個樣子 可以看看這個圖 那這個地方叫道捷工 道捷自然說 如果你要遇到道捷工 財務被人家拖走了 東西被拖走了 房子被搶走了 這是道 就被人家沒有經過你的允許 被人硬搶了 或是偷偷的拿走了 叫道捷 那我跟各位分享一個實際 個人的一個故事 在我年輕學校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都是一個一個去驗證 生活當中就會碰到 有一次我們回南部 我跟我太太家人回南部 以前沒有高鐵 高速公路又會塞車 姑娘又很懶的去開車 太辛苦的 那是回南部 就特別去第一次 唯一一次 一生唯一一次 搭火車到嘉義再轉車回家鄉 那那天呢 就跟老婆跟小孩子 就擠上那個火車 那火車呢 一路呢 很多人 在很辛苦到達的嘉義 在轉客運 當我要上車 上客運的時候 我突然間發現 我的太太 她的那個 右邊的倒捷宮 突然有一條 黑色的紋路 倒霉的紋路 倒捷就是要被偷 被搶 因為你看看他 鼻子財寶 沒有破財啊 鼻翼就是現金 財庫的地方 他沒有破財 那福德呢 也是口袋的現金 也沒有破啊 那就是產生一個倒捷出來的 那倒捷就是黑色的 又帶一個紅色 暗紅色的 這樣子 過了一個氣色 在他的右邊的倒捷宮 那我看他 並沒有破財 所以我也不在意啊 我來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當我們做客運回到家裡 一下車 我太太跟我說 他的包包被他割破了 所以遇到那個扒索 把他割一到 然後把裡面的小錢包拿走了 拿走了 然後我就問他 小錢包有錢嗎 他說沒有錢 他只有升溫證 所以我們駕車就馬上到 帕書所趕快去爆漢 趕快說升溫證被偷了 他真的倒捷了 所以我一直覺得 這個巷女真的是 怎麼去講他 這冥冥中好像馬祖在警述我 提醒我 就是你太太會遇到倒捷 可是不是財庫的破掉 他只是證件不見了 一錢包裡面就換了證件而已 這被割破了 大包被割了 小錢包不見了 然後這是報案 這是我一生的一種經驗 所以倒捷宮真的要小心 我們下巴有小黃子向滑 所以你發現倒捷宮兩邊 有一邊花成一種異樣 各位說一定要小心 要去看看 如果是小黃子 小黃子是滑念舞 是屋簷 嘴巴是門口 畫竹線 就像一個黃子 如果你就發現 你這一邊 道捷宮有氣色 長痘痘 紋路 氣色不好 左右不對稱 就在一邊 然後你的黃子向滑裡面 也有紅色 也有痘痘 還有一條紋 從外到內 那就是你的黃子 被闖空門了 就有人會侵入了 那如果加上你的鼻翼破 就是你現金就會不見了 那如果是糊斗 那代表你的黃金 一些東西 古董 一些名表 會被人家偷走了 那糊斗就是你的享受 那你的糊斗還有鼻子 你要看一下 那這小黃子 還有田宰公 你有這樣紋路牽進來了 那代表你有闖空門了 一定要小心 那如果道捷宮更黑色的 更嚴重的 就會突然間受傷了 割了一行 然後呢 你又有痘痘 你身上身體小黏像滑 小黏就是 眉毛是手 四月公是頭 瓦令紋是甲 身體也 會出狀況 那你可能有 異害了 身體會被侵害了 輕患了 像爸爸連中 生殖器的地方 你如果也有狀況 那恐怕你會被性侵了 所以道捷這個東西 一定要很小心 所以我常常看到了 有一個人 這個人突然來 顧問 你幫我看看這境如何 那我就知道了 這個人很多福報 有拜馬祖 他會拉來給我看 我就看到你好像有道解 這境會有損傷 那看來我去事業上 有人要搶你的事業 各位知道事業在哪裡嗎 事業在事業空裡的額頭 額頭這邊叫名 一個人的身份地位叫名 那事業空在上庭就名 你的地位 你本來是當總經理的課長 有你的事業 有人來偷你 來搶你 搶你的事業 他不是你的財庫 不是你的福德工 不是你的彼此財博工 那如果是所謂的三根也是極餓功 極餓功是災難生病 眼睛是極餓也是危險的地帶 六藥 六藥是三根命功 眉毛眼睛 旅有狀況 生命有危險 所以你可以看看 道解 一道是我的事業被人家搶走了 還是我的身體被清換了 還是我的錢財被搶走 黃子被人佔氣了 所以很多人遇到很多事情 比如說黃子租給人家 人家強制了也不付資金 那就被人搶走了 黃子印 黃子叫田仔跟小黃子上滑 你的事業 事業工 你彼此是賺錢的通道 你彼此是你存錢的財庫 庫金庫 所以自己要去判斷 那有沒有人說老公被搶走了 對啊 道解公是人家搶你啊 對不對 那年輕人你老公跟著秘師跑了 那秘師也是接近這個魯仆 所以你魯仆公要接近道解 有狀況 加上你的夫妻公 夫妻仲有狀況 你老公被搶走了 那被誰搶走了 被你的炎公搶走了 所以 這很多信息很好玩 當然 各位不要以意斷出 就看到什麼就 看著眼神是個兒子 你要什麼 這是警告你 你要好好去注意你的面向 那你的面向要如何去改變呢 第一個最重要 充滿能量 要喜悅 一直笑一直笑 經濟神好 體力好 所以你一直很樂觀 所以你正面的能量 情緒都是正面的 你的藝術能量都正面的 對 很有勇氣去面對挑戰 面對人生的變化 道解是道解來沒有關係啊 你看你的勇氣去面對它 你這是淡定 被冷靜下來 心情很祥和 然後充滿那種慈悲跟愛 有錢分給一些人花 給一些需要錢的人花 也沒關係啊 如果你是這樣磁別的一個人 很自然很奇怪 你的面向會變得很慈祥 變得非常的好 你自然像有心聲 可以改變 你要知道你今天為什麼要患道解 一定有原因 你的意識能量比較負能量 你才會遇到這種事 你只要提升你的正能量 面帶笑容 率真去接受 有勇氣去面對 然後很淡定啊 然後很支持啊 很常惡啊 然後帶著慈悲呢 恩義去寬容別人 很自然 你去禱告馬子 那你的像棍匠給你建議 你要笑一笑 道解道解無所謂 我回去趕快睡個覺 運動一下 馬祖不會保佑我 然後我們去上網 去朝拜馬祖 六個馬祖去拜一拜 然後禱告一下 我會平安五四 也希望想搶我的人 那個今天會動樂透 那個小偷會動樂透 他就不會來偷我的東西 那這個慈悲心給他 制服他 你要用以德抱怨 那種菩薩心 但念終身得幸福 不會自己求安樂 這時候你會改變 就上有心聲 來自你的心 心來自你的生成意識 你的意識能量 不要去追求怕恐懼害怕 錢財會丟了 老公會跑掉了 不要去害怕 不要害怕 很淡定啊 對不對 你就是會寬容別人 愛很慈悲 只要他喜歡 他要走就走啊 只要他很快樂 我愛他 他很快樂最好 你弄到這種慈悲心的時候 你的相會很好 相會很好 所以顧問在這邊 你要去從基本的修為開始 你就不會患道解 不會單純 那身份證 丟了啊 再去補劃一下就好了啊 對不對 沒有什麼了不起啊 錢丟了啊 再賺就好了 再賺就好了 能不要說有生命的危險 就好了 能平安 諸主承諾 所以我們道解 關於道解這個東西 要警惕 可是不要害怕 也不要恐懼 我們不要恐懼 撕掉東西 所以我常常講 一個人太愛錢財 錢財很多的人 永遠就在恐懼的一種情緒當中 害怕死氣 你一定要淡定 有錢也好 沒錢也好 我就是我 永遠保持一個清淨的心 外離向 心不亂 然後放下自在 那種境界的時候 你自然氣色就會很好 正面的能量 心想事成 相有心聲啊 靜隨心轉啊 你的心可以改變這個環境的 可以改變你的命運 所以找回自己的一顆菩薩心 我們一起來拜馬祖 求馬祖 祝福所有的人 都能互执 經濟自由 不要淪為道解 那道解的人也很可憐 他會偷人家搶人家 也很可憐 我們祝福他得到後 祝福他找到好的工作 祝福他有神明的幫忙 能勤奮 很正面的面對人生的挑戰 有那個勇氣去面對人生 很勤勞去追求他的富足 祝福他的成功 祝福他的喜業 祝福所有人 不要把別人當道解 自然你就不會有道解來臨 以上是顧問的分享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 慈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